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10日 今天是星期二 這一節跟大家繼續揭露這個經濟問題 說了又說 等了又等 一等就是三年了 有很多人 認為這個 經濟衰退 跟這個 封關是有莫大的關係 又或者這麼說 封關絕對是令到香港其中一個經濟衰退的重要原因 也有一種說法 說根本香港 經濟就在下滑 所以 防疫不通關 就成為了一個 很好的理由 所以 一通關 以為所有東西會回復 實際上 封關只不過是經濟不好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覺得這個說法也有 其合理的地方 這一節正想跟大家繼續探討 這個通關 以及經濟的問題 上水繼續成為了 非常失望的地方 其實 公穩一點說 這個羅湖口岸還未通關 上水 即使在 關口的旁邊 現時也未能完全反映到 人流的情況 畢竟只是開了福田 羅湖還未開 我們這一節也一起揭露 就是 其實各行各業 不只是水貨 不只是藥房 各行各業 香港 都陷入了一個相當 惡劣的狀態 所以我們又再細心分析經濟問題 我們再說多次 我們同時認為 經濟問題是需要面對的 始終我們面對 一個龐大的對手 沒有可能 完全不考慮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是非常之少數 是非常之強調用免費模式的台 各位 希望大家 是真真正正確實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這個無限大法 我們也跟其他台 是有一點點不相同的地方 我們比較 是多節數的 我們基本上每一個話題都盡量 跟大家說 我們也沒有再增加節數的原因 是始終都需要平衡的內容 保持多角度分析 保持節目的質素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繼續努力支持 好 按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按閃電鍵 這個好像 是我叫你儲錢 因為儲到的是你的 我們的好處是加速 上水 藥房街繼續出來 就是 因為 有太多 的人說了太久了 等了這個 等了又等 通關 本身通關就充滿著不同的問題 現在有很多訊息 都還是不明朗 不過廣東地區 疫情是稍為穩定過北方的 所以 對於 那個通關的恐懼 又或者通關 會爆發 的情況 似乎還未出現 通關說了那麼久了 以為一通關就會痊癒 所以 現在開始覺得失望 其實真的反映了 那個 經濟是有一個結構性的變化 假如 只是跟關口有關 事實上是違反這幾年以來 在香港發生的每一個事項 裏面的內容 我們再說一次 討論經濟 必須要討論基本因素 什麼是不討論基本因素的 投資活動 例如投機活動 例如看 每日的即時新聞 又或者看數據 看這個強弱指數 之類 你一說看長遠 就一定是要穩打穩擇 就一定是說這些所謂基本因素 基本因素 你可以羅列的東西 是有很多 政治 制度 信心 人口外流 每一樣東西 互相緊構 香港出現了大問題 一定跟剛才所說的每一個事項有關 藍媒也忍不住要揭露 雖然中港恢復通關 但是 香港百業還未走出寒冬 哪有那麼容易走出寒冬呀 如果寒冬 過幾天 走得出的也不叫寒冬 他們現在說審批 時間很長 所以就影響了 通關帶來的效益 再加上 就快 是農曆新年 國內叫做春雲 國內是叫春節 而不叫農曆新年 我們香港人當然叫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有很多人要回鄉探親 所以 香港並沒有預期中的人流 湧下來 但是 這些理由 也是 新作出來的理由 我們已經解釋了 為甚麼不下來香港 香港無論怎樣也好 跟中國內地比 都是屬於 牌子貨 簡單來說 下來要花錢的 沒有錢就下不了來花錢 最根本 最根本 最根本的地方就是沒有錢 香港的品牌 也是不斷自己摧毀自己 香港的旅遊業又如何呢 香港的旅遊業 非常之惡劣的情況 第一天通關 香港錄得 旅客入境的數字是 五千多個內地人 南梅說 這個撫後個人遊 還有旅行團旅客救市 旅遊業和零售業 仍然是望穿秋水 旅遊業和酒店業說 現在 肯定是不會有旅行團 就是訪港 就算是下個月 下個月 即是2月 也只有10團 所以還說要很久熬 其實就算來了 首先第一 有沒有以往的消費能力 這是一個大問題 國內人沒有錢 自然就不會到處去 其實幾件事互為因果 以前下來香港為了做甚麼事 對香港不熟悉 下來買東西覺得 跟國際接軌 有來老貨 沒有那麼多黑心貨品 當你香港的品牌 越來越模糊 跟內地一樣 而 更加重要的那件事 我覺得為什麼這個最多 就算真的是 通關的人相當之頻繁也好 都只能夠是一個反彈 就是因為香港的制度其實越來越惡化 每一樣東西 失去保障 跟中國內地變得無異 當然 這個資訊要正確地傳送回中國大陸 還有一些時間 所以他就說你們唱衰香港 我會不會唱衰 是你們說要把香港跟大陸看齊的嘛 跟大陸看齊 是你們自己要求的事項 但是跟大陸看齊了 內地的人 就覺得 跟在內地的城市也沒有分別 為什麼要拿錢 特意在一個內地城市那裏消費呢 我買不到 這裏的品牌 這裏沒有公信力 漸漸失去了這裏的特色 這個才是最根本的 香港 在這幾年 已經 到了一個地步 國內覺得 不下來消費也沒有問題 再加上中國大陸內地人民 對中國大陸的政府 不具有任何信心 當你不具有信心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想花錢 因為只是 將錢留在身邊更加安全 從種種跡象看起來 這個通關 跟經濟回復 其實真的相差很遠 還有 香港的金融市場 上市業務 還有外資投資 每一件事對你的 制度不再相信 為什麼 有空又搞釋法 那麼多 法律界人士都忍不住出聲 連梁愛思也要出聲 就是因為 整個界別 被你玩殘了 是不是 整個界別 整個行業 被你搞壞了 沒辦法 你要達到政治目的 將政治凌駕一切 制度破壞了 但是你又想 享受 沒有制度的時候 的那些成果 是不是真的可以 中國大陸 過去那10年就是成功塑造到一個 狀態 就是 正正是沒有制度 我又跟西方不一樣 我又說謊 我又造假 都好像 是可以跟西方看齊 但是你搞錯了 中國大陸之所以可以做到這樣的地步 是在於 徹底造假 有假數據 有大外宣 控制了一切 香港 不行的 香港只是那些藍煤 中國共產黨官方也沒有控制得了 所以 中國大陸做到的事 你做不到的 整個地方政府 可以幫那些企業 做假數 你是不是去到這樣的地步 是不是去到你香港 由官方主導 一起去 吃大茶飯呢 如果你去到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又全世界知道你跟中國內地一模一樣 大茶飯你未必吃到 中國大陸自己有自己的股票市場 你做來做去 等於你做中國內地的內循環經濟的一部分 而這一部分 香港正在慢慢失去的重要性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揭露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一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